佛教给我们 口吼无尊 佛知道 一切众生 所有的一些误会 戒约 甚至八九 都是言语造成的 所谓是多言必识 话不要讲得太多 太多了容易失业 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猜疑 于是就与人结怨了 结怨之后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有意无意当中 造成菩提道上 徐徐多多的长难 所以古德教导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你说这个多好 当我们想说话 这个话到口边 阿弥陀佛 变得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个法词很妙啊 口吼无尊 真正做到口吼无尊 就是一天到晚 见到人 欢欢喜喜 阿弥陀佛 不管人家给我们讲什么话 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好 心品旧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言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全叫妄语啊 念经也不行啊 念佛才能往生 才能成佛 念经还会打妄想 妄想架杂在经文里面 那个经念的没有效果 没有用处 所以古人家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为什么呢 佛号最简单 妄想很不容易架杂在这里 越是长 越容易架杂